歡迎觀眾朋友 又繼續收看新聞的現場 成立今天八年的嘉義市 鐵道技術法典協會 結合在地鐵道文化人材 跟文化局 共同推動 嘉義鐵道技術選擇的文化黨 今天都會完連電 由這部企業在市立法務官的電視 特別選擇以嘉義有貴作為主題 其他在會完共同的打命之下 可以讓嘉義技術創作 開創豐富多元的技術創新紅毛 這個嘉義地区五十位各個世代的藝術家 生略於日空空五年的嘉義市 替德藝術法典協會 對這立起在嘉義市的 普普館電視會員連電 以接近電話文化 後來各自行藝術交流作為 總之的嘉義市替德藝術法典協會 登記含嘉義市文化局 人手推動的文化黨 當時這個企業 美甘經濟高速的背分贏特定 背分嘉義地区 中小學、藝術、藝術、藝術 和看任由的經濟高速 提升精彩的高學篇解 也讓藝術交流的課程 竟然在藝術開創新 這次的電視 特別以嘉義遊貴來作為主題 要聽到他的地区 老中親代表現的藝術家 社會常務員場 其中心特別的時間 在市議院創文序 經過德藝術社會政府的鼓勵志德 亦必創作 社會電視有的作品 在電南人中電視作品是經得完 包括油威、舒緩、水馬、炒灰 都會含熱營創作 當時中美在11月 起10F2點基盤大會 歡迎各界的人參觀記得 最新新聞中國民 王秀三剛認識 彩虹波動